看见创伤 理解创伤 学习用更好的方式回应孩子 让我们成为创伤之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儿福联盟儿童创伤疗愈中心的高小凡 今天我们请到了台湾大学社会工作系 林静玄老师好 小凡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谢谢你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可以说是我们这个读书追剧 从生活当中来看见创伤 疗愈创伤这个系列的第一集 所以我自己挺兴奋的 首先我跟静玄老师 其实今天第一次见到面 那我们认识呢 是在一个线上共学的一个活动当中 那因为老师是学者 那我是实务工作者 所以我一直很好奇 老师在教育这个实务工作者的时候 要怎么把这些 可能我们常常听到的理念啊 传递给学生 那到底要怎么做会比较有效 那我那时候也挺好奇的 很想问老师 结果老师就说 他觉得应该要用一些 比较平易近人的方式 让学生产生兴趣 然后愿意去了解 日后呢 也比较愿意去实践 我就问了老师 那你有什么好的方法 结果我很讶异 老师说 他会让学生们去主题式的看剧 那这个一听我这个追剧小达人 立刻就眼睛发亮 然后呢 就开始问老师说 那你举个例子好不好 结果老师就说 鱿鱼游戏 哇 那这更就引起我的兴趣了 今天呢 把老师邀来 就是想听了明白 那静学老师要不要告诉我们 你是怎么做的 还有就是 我也好奇你 为什么会对创伤之情有兴趣的 您说说看 好 先分享后面那一段 那主要是 我在社会工作的领域 不管是在教学或是研究 都是在做儿童福利 或是儿童保护 那家外安置相关的议题 那保护的议题 大家可以理解到的就是说 保护前面就会有一些儿童的不当对待 那这不当对待 通常我们就很快会连到创伤的议题 所以过去在学习到保护的服务之后 慢慢去连接到 那我们怎么去做后续的 不管是帮助孩子也好 帮助家庭也好 怎么去连接到 针对可能已经产生的创伤去做回应 所以从这一块去学习到说 创伤之情的概念 所以这算是我慢慢去接触到 撞伤之情 也从里面去学习 那刚才小班也提到说 我们在一个共学小指面 有一些新的概念 新的学习 除此之外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讲到说 在学校的教学部分 学校上课其实光讲 有时候真的非常无聊 单纯的去传递知识 传递理论 学生可能没有办法有那么好的吸收 那尤其是我们上课时间 有时候拉很长 你可能没有办法去让学生都专注在你要讲的东西 那当这个主题很无聊的时候 通常下面就会对一片 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慢慢也去寻找说 怎么样去帮助学生去认识我们社工领域相关的东西 同时也去激发他们的兴趣 那这个过程里面 我有去看到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社工学的东西 基本上就是非常生活 非常日常 非常跟社会的连结 社会的议题是很紧密的 所以我也去看到说 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戏剧 包含说有非常多的平台 不管是韩剧 日剧 美剧 然后像现在的台剧 很多都是非常日常生活中的话题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发现说 有时候我自己在看剧的时候 也是非常多的职业病 就是我会去看到剧中的每个角色 可能之间的关系 呈现出的剧情 就觉得说好像可以去连结到 我很有兴趣的儿童 或是家庭的相关的疫情 那或者说现实社会 就台湾社会里面发生的一些现象 那我就觉得说 那我可以把这些东西放入到 我的课程媒财里面 然后去让同学一起去讨论说 只要跟人相关 跟社会相关的主题 我们怎么运用这些影视作品 然后哪些片段 可以当作一个主题的讨论 当作范例 那过程跟学生的互动 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学生也会推荐我去看什么 然后说这个跟我们的 哪些主题很相关 所以我也很感恩 就是刚好有这个机会 可以来做这个分享 所以这个老师还是要应应潮流 如果学生觉得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对于他们来讲 比较能够接受 那我还是也很想知道 这个刚才老师讲到说 你是对于儿少 或者是家庭这一块 有这样子的一个兴趣 那为什么会看鱿鱼游戏呢 是因为它是游戏吗 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吗 这个其实直接讲也可以这么说 那如果有看过鱿鱼游戏的听众 也会知道说 其实它不是一个非常健康 或是说非常正向的一个影剧 但是它使用的一个方式 却是我们小时候 都非常熟悉的游戏方式 即使它是一个韩剧 它也有蛮多的部分 跟我们台湾的文化是很类似的 在这个游戏的历程 反而不是我们连接到的 那个快乐这件事情 有很多的竞争的成分 然后有跟很多人要玩 然后要厮杀 然后这个玩游戏 就好像不是为了乐趣 就好像是连接到了 为了要去活命这件事情 那我自己就在想说 这个东西会不会去连接到 就是游戏的参与者 他们过去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讨论之下 会不会去看到说 我们认为这个游戏 要跟孩子连接这件事情 应该要从别的角度去出发 对于这个看过 鱿鱼游戏的听众朋友来说 可能都会比较直接的看到 他讲的好像是社会底层的人 或者是很绝望的人 那么这样子的人 在社会上是不是很多呢 还有他们的创伤 跟我们有什么关联呢 怎么从这些当中 看到他们真正的这个生命故事呢 那里面有刻画非常多的角色 那这些角色 不管是他的性别 他的种族 或是他的阶级 也有刚才提到说 他的职业等等的 那我就会去思考说 为什么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他们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游戏 直白地讲就会说 为什么在生活的层面里面 会落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这一块其实我在 有这样的思考的时候 觉得这个不就是我们在讲到 创伤之情概念的时候 想要去探讨的是 到底是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如果我们了解了这样一个事情 了解你经历过了什么样的过程 我们可不可以去协助 他生活中碰到的这些困境 这就是一个耳鱼我诈 残酷的游戏 整部剧给我的感觉 就是没有永久的朋友 也没有永久的敌人 那他其实就牵涉到信任 可能最直觉的第一个 比如说齐勋就看到了 他那个一起长大的弟弟 很优秀的弟弟 于是马上就有一个信任 因为他知道他有多么的优秀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 来自同一个地方的那种归属感 可能就有一个信任 然后那个移工 那他其实是被压迫被欺骗的 我的设想是 我觉得他应该很难去信任别人 可是出乎我意料的是 他就真的很信任这些人 甚至于在可能还没有信任的时候 他就先出手去救了别人 从这部剧里面 你觉得信任这件事情 到底重不重要 那个创伤经验 如果是来自另外一个人的话 他会没有办法去连接这件事情 不会觉得说这个人是可以帮助他 而是是一个压力源 会让人很难去建立关系 很难去信任 但是这个游戏又很有趣 这个在游戏里面的各个游戏里面 他有些游戏需要去互相的帮助 然后希望去互相的合作 甚至需要去透过别人的角度 然后来去帮助自己完成 这一次的游戏任务 所以我觉得就剧里面来看 完成这个游戏的信任一定是重要的 那包含说在他们玩一二三木头人 那主角其实没有被扎死 就是移动的帮忙 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一开始可能大家对游戏不是熟悉 然后他愿意去信任这件事情 那也有可能代表说 他在过去的生命经验里面 没有真正对人性的崩坏 产生不信任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可能要去讨论到的更多 更深入或是比较复杂 是每个人成长经历 但是回到剧里面来看 除了一二三木头人 然后到后面的拔河的时候 他们其实又是从人的连结上面 去产生信任跟合作 甚至是因为赢了那次的游戏 然后得到安全感 他们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所以我觉得就这个区块来看 编剧也蛮巧妙的 就是他在讲人的关系 但是他又将人的关系 提到非常多复杂的层面 可以是有很正向 可以是有很负向的 然后这个游戏的过程里面 又很需要人的连结 所以他一直在反反复复讲这些过程 回到我们在想要聚焦的 创伤知情概念这件事情来说 其实人的连结合作 对于人的信任感 还是非常的重要 就是里面的游戏 虽然要勾心斗角 然后他不愿意合作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去透过 跟人建立关系 跟人建立信任的状态 才有办法去回复 或者说去修复这样一个创伤经验 信任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果你没有之前那个正向的经验 就是你可以依靠谁 然后这个人是不断地去让你可以依靠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学的一个东西 叫依附关系一样 如果有一个正向的依附关系的话 这个小baby才会知道 他的照顾者 他是我饿了 我有需求的时候 他就会来满足我们 所以我就可以这样平安地长大 但是在我们接触到的很多孩子 跟家庭里面可能就不见得有这种 这样子的条件 然后我们的经验是 这些孩子长大了之后 他其实那个信任的问题就蛮大的 所以他在亲密关系里面的时候 也很容易就有很多的依附的问题 他就很希望对方非常需要他 或者是让对方知道 我已经为你做了这么多 你怎么可能还这样对我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这些 都是在于这个信任 他可能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 就像老师说的 这整个过程他非常巧妙 这个剧情 就是他这么跌宕起伏 好像要相信了 然后人性光辉 人性本善 但是立马就把你打到底 就是人性本恶 那我觉得看这个剧 有很多人在说一件事 这些人是自己选的呀 那这些人都是有机会 可以不要再回锅 再做这件事 但是他们都回来了 所以这个是他们自己选择的 所以我觉得我也很好奇 老师怎么看选择这件事 那我记得那个剧中有讲到 一句话非常的警惕人心 就是他们在中间 有回到日常生活一段时间 那他们有说到 他们觉得现实生活 其实才是地狱 回到游戏里面其实不是 这句话我就觉得说 确实对有些人来说 是有可能的 宣实生活中 有时候会比戏剧还要有 更有戏剧效果 那代表说他们在那边 才是没选择 但是他们选择回来 真的是他们的选择吗 其实我觉得是被迫 再去进入到游戏里面 然后走另外一个人生 或寻找另外一个机会的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选择这件事情 有点像是说 我们刚才看都 你是你自己决定 要做这件事情 但是这个决定 到底是不是自己主动参与 或是自己主动改变 还是因为有太多外在的因素 然后被迫要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又回到 我们一直在提创造之前的概念就是 如果这个选择是 真正被赋予 是让自己觉得我有掌控感 我可以去改变 我有能力 这个状态 才叫做真的选择 我觉得对这些游戏的参与者来说 有没有让他们觉得说 我真的是可以有掌控感 其实他是因为人生没有掌控感 才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综合来说 这个选择很重要 但是对于我们看到他在玩这个游戏的过程里面 很多时候其实是被选择的 这一部剧也提醒我去看到一件事情是 里面刻画了那么多的角色 那么多不一样的人 那这些人可能都在生命经验里面 经历过一些事情来进入到这个游戏里面 那其实就可以想到的时候 当我们在成长过程里面 或者说在男生阶段 都很有可能会碰到各种的压力事件 那这样的一个压力事件 都很有可能变成一个创伤的状态 这个创伤状态就会影响到我们接下来的生活 或是甚至是影响到我们实际上 要去面对生命这件事情 他一个很大的提醒是 创伤不见得是冲击非常大的 才叫做创伤 例如说生命中失去至亲 或者说有重大的挫折 有些人觉得像考试落榜 或是说经历过灾难 他们觉得会是创伤 但是其实从小到大 我们会经历各种的压力 那在因应这些压力的状态之下 他有不一样的强度 有不一样的频率 多久发生一次 或者说他会不会一直发生 这些东西都很有可能变成创伤 那都很有可能会去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所以从剧里面来看 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说 这些人是不是在社会的底层 或是说会觉得说 他们是所谓弱势中的弱势 才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参与游戏的人 那我觉得这综合来讲就是 这些角色 这些参与者在游戏内 被选择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自己主动选择的可能性比较少 就有点没有办法去连接回 其实我们期待他可以有更多的自我掌控感 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马上印到脑子里的 其实就是那个男主角 齐勋 那齐勋因为他失业了以后 就开始去赌博 然后就生活就一落千丈 甚至于他的婚姻也结束了 然后他自己心爱的女儿 跟他的前妻 又到了另外一个家庭里面 有了一个重组的家庭 那我自己因为接触家庭很多 然后我也看见了当中的无奈 当中我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父亲 看见自己的孩子 就是所谓别人家生活 但他却不是他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失落 所以即便也许他拼到最后 拿到那么多少亿的钱 可是那个真正让他觉得 他真的有力量 他真的有能力的这个感觉 可能是没有的 那我觉得这个就很像刚才老师说的 那个不见得是要那种大的天灾人祸 他可能是像我们正常人 也有很多人要经历离婚 可能要甚至于再婚 或者是有通组家庭 然后要处理孩子跟父母之间的 这个关系的变化 我觉得这些是不是也是一些压力事件呢 没错 就是当我们在讲到压力事件的时候 它不会仅限于是一个强度很大 或是是一个真的是 好像要妻离止善天灾人祸的情况 就是任何人都有可能 人生经历大大小小的压力事件 有些人就会想说 为什么同样在经历同样事情的时候 有些人会变得比较正向去看待这件事情 有些人好像反而变得一落千丈的感觉 有时候我们也去想的是 为什么我小时候经历过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没有像那个人一样 我们就会想到说 那这个所谓的因应创伤的这个状态 或是说对于创伤反应的一个回应方式 是不是就有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到创伤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要去谈的一件事情是 所谓的因应压力的状态 其实每一个人在面对那个压力 或是事件的情境是不一样的 包含说这个压力事件会是什么样子 它发生多久 发生的强度 那包含说我们当下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回应 我们是在非常小的时候碰到这样的情况 还是说已经到了青少年 还是已经到了成年阶段 这都已经有产生不一样的能力去回应这件事情 包含说周遭的人周遭的资源 怎么帮助我们去回应这件事情 比如说有没有足够的支持 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感受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东西综合来讲 我觉得回应到到底创伤是什么 有一句话就会是说 创伤其实是从我们眼睛去看到 创伤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同样的事件 可能每一个人主观感受会不太一样 就像可能像我们或是大部分听众 都有经历过921地震 地震这件事情对台湾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创伤疫情 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灾难的疫情 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好像很严重 创伤的概念或是连结到这个主观经验的感受 另外一块就会是有没有足够的支持 有没有足够的其他人的连结或关系 来帮助我们去回应这个创伤疫情 是 我听到那个关系这两个字 我特别有感 因为当然看到这个男主角齐勋 对待他妈妈的态度 我自己的妈妈年纪很大了 那我看的时候就想说 哇 怎么有人可以对自己的母亲这样 妈妈都病了 然后他还偷他的钱 那这个就是不孝子 但是这位母亲其实是很没有条件的在支持他 所以即便这个齐勋在经历这么多的失落 我想他还在这个滚滚红尘里面这个努力 我想也是因为还是有旁边有一个人支持了他 至少有一个地方让他睡 然后会关心他你怎么了 但是那个基础可能是建立在这个妈妈自己本身的隐忍 或者是妈妈自己本身的一个付出 所以我那个时候看到 他妈妈在从医院里面匆匆忙忙的要出来 因为付不起那个医药费 那时候他说他真的活 活得就已经觉得好像太累了 活着比去死好像还要难 那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掉下眼泪来 这个时候就会觉得 哇 他这个关系有些时候是让人觉得 就是他很 他其实是对人很有帮助 但有些时候关系也是一种负担 所以我觉得刚才老师说的那个关系的重要性 我真的觉得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要让一个人能够愿意活下去 或者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动机要改变的话 我想没有关系是没有办法的 那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特别让我有感 那如果讲到这个方面的话 我可能又有一个好奇 就是也有很多影评或者是看剧的人说 这部剧其实是反映了这个韩国的M型社会 这个贫富悬殊太大 所以他其实是很有文化的 或者是这方面的一个意涵在内的 那我相信导演的酝酿这么久 然后在这个时机去推出来 或许也有他的想法 所以我想问老师说 创商这件事跟文化有没有关系 那他跟这个世代之间有没有关系 就这部剧来看的话 就虽然他是在讲韩国的剧 然后里面也呈现出 他可能觉得是韩国的游戏 但是我觉得他其实很多东西 也可以是一个跟现代社会 台湾其实也在经历 同样的事情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各自的国家会有各自的脉络 所以我觉得说 就创商这件事情本身 一定跟文化会有连结 包含刚才前面讲到的 每一个人主观经验的创商 看到的东西 都很有可能是这个文化去建构 所谓的创商是什么 压力是什么 这个人在这个社会上 有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 那就这一个部分来讲 就是我们通常在讲 创商除了是个人经验之外 他也可能是群体的 他也可能是跨世代的 那所谓的群体 或是集体的创商 就是说像九月一地震 可能是我们一个世代的人 都共同经历的一件事情 比如台湾的人 共同经历这件事情 那或是说像这几年 全世界的人都经历过 疫情这件事情 那对于疫情来说 我相信对每一个人 就我们不要抢杀不了 几乎是每一个人 他可能都有多大大小小的影响 那这个影响就会是一个压力 这个压力很有可能就会是 没有有好的回应的话 就会变成是一个创商的议题 所以这个就会是一个一群人 一个世代的人去面对这样的状态 那集体的创商 可能也包含说是特定族群的 例如说像二战时候的犹太人 他们面临到压迫的议题 或是说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 在碰到主流文化之下 他们也可以经常会被排除 经常会被压迫 或是说像台湾也有 像一共一民的生活经验 生活适应的议题 那碰到的一些像是歧视 没有要回应主流社会的 这个受伤的状态 或不舒服的感受之类的 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创商的状态 那除了所谓的集体的群体的创商之外 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一个跨世代 或是有些词我们是称它为历史的创商 那这也很有可能就是因为 有一连串的历史的殖民的状态 大部分发生在主流对于非主流 或是说原住民族里面 它对于这个群体 有跨世代的个人家庭 或是社区里面的压迫 然后造成世代之间的传递 那这一块其实也有一些研究会显示说 这个创商会变成基因的样貌 这个基因的样貌就是说 它会更敏感于 这个个体会更敏感于 它在日常生活里面 有碰到压迫 碰到歧视 碰到弱势的状态 然后会产生压力反应 那之前都有去听到过 这个压力反应 次度的是好的 但是如果它是过度的话 其实没有办法很快的去回应 就会有一个长期的影响 所以创商跟这个概念 一定跟文化是有相关性 一定跟这个所谓国家的脉络 社会的脉络一定是有连接的 这样一听 我就马上想到当中的另外一个人物 就是那位脱北者 那样一个年轻的女孩 但她随时就有一个小的匕首 在她的身上 而且她随时处于一个高度警戒的状态 我就不免想到她是不是经历了 比我们一般的人更多的歧视啊虐待 甚至于逃亡啊 或者是在压迫之下的这样子 很紧张的一种状态 那我们有学过一个名词 就叫做毒性压力 你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来 于是你随时都要警戒 然后你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离开 会消退 所以你可能都没有办法放下武装 所以我觉得她给我的印象 特别特别的深刻 可是当我看到她跟另外一个女孩 做游戏的过程当中 却有一种人跟人之间的连结 那个的启发比较像是说 任何人的创伤 好像都有可能在一时之间 可以得到一些抚慰 或者是因为有另外一个人的理解 或者是另外一个人愿意接纳 于是你就可以开始有一点鼓励 或者是说又有活下去的那种欲望 所以我很相信 创伤其实是可以被疗愈的 只是我想创伤要被疗愈的话 是不是应该要先觉察到自己有创伤 而且接受这个事实说 创伤它是有可能发生的 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那如果我希望 从这个创伤的经历当中能够走出来 我可能可以做到 但是我也许需要一些协助 那我想问问老师 怎么样去觉察自己有没有创伤 那如果你是学校的老师 如果你是父母 那你觉得孩子可能曾经经历过什么 或者是他现在正在经历什么 那你要怎么跟他们谈 这个创伤这个概念 或者是怎么样去引导他们去 觉察自己是不是受到创伤的影响 就觉察这一块 我会觉得说 照顾者跟家长可能在关注到孩子 本身有没有创伤经验的时候 可能也可以去检视自己成长的历程是什么样子 那这个所谓的检视自己成长历程 可能很多人都会说 我知道我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但是可能不见得知道说这件事情怎么样去影响到自己 甚至有可能不自觉的变成是内化到自己怎么样去对待孩子的方式 你可能在复制 你可能在习惯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甚至你可能同时会觉得它是有效的 那所谓的练习觉察这个经验 通常会用一个所谓的系统观点 就是说我们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圈圈 我们在自己外面也不断地去画圈圈 那这个圈圈就代表是一个你周遭的人 然后你的单位或组织或上班的地方 或是更大一点点是整个社会 或是整个国家 所以很有可能你先从最小的自己 自己的成长经验 包含你的家人 你的家庭环境 然后再往大一点点是你的求学的经验 是你的社区的环境 或是整体的社会氛围 那甚至是国家政策 在你的成长过程里面 有没有任何其中的一块 会实际上对你来说是有压力的 或是说实际上有没有刺激到你人生的转折点 或是说他有没有可能也带给你更多的支持 带给你更多的保护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可以去学习到说 哪些事件哪些时间点对你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但是这些影响的背后 或是说影响的下一个阶段 有没有另外的是帮助你去因应这些压力的反应 或是因应这些创伤的反应 给你很大的支持 让你在可能跌到谷底的状况之下 协助你去反弹 所以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式 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到的是说 在你自己你的家庭 你的更大的一个环境里面 怎么样成为你曾经的创伤 但是也怎么样成为你的保护 或是成为你的支持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会觉得说创伤不是不可逆的 它一定可以在你的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 去帮助你去重新检视 帮助你去重新的去理解这件事情的影响 那它也不必然一定要带给下一代 我觉得这样就好像有一点方向了 那我回想到刚才一开始的时候 老师有提到这个游戏 其实也有一个治疗的功能 那这个游戏本身它的意义是什么 那到底我们可以怎么样运用游戏呢 游戏跟孩子的远接其实是非常直接的 我们可能看到孩子就觉得说 你会想要玩什么 你会想要去接触或是借玩 或去探索什么事情 其实游戏就是一个最直接跟孩子沟通的方式 这边也说一下 就是美国的游戏治疗大师就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鸟会飞鱼会游 儿童会游戏 那这个概念其实就是说游戏就是小朋友的语言 所以玩这件事情是非常简单的 他们去沟通 然后去互动的一个方式 我们有时候很羡慕小朋友 好像每天起床吃东西玩游戏就好了 那代表说玩就是小朋友他们最主要的活动 这个活动也可以发生在任何的时间 任何的地点 比如说他吃饭也可以玩 洗澡也可以玩 睡觉的时候可能也可以玩一下 那可能有些家长就觉得说 为什么小朋友在玩食物 那其实就代表说他其实就是一个 他去跟这个周遭的环境沟通 或是互动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就在想说综合这样的一个游戏的特性 跟他直接连接到小朋友的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可以运用游戏 或者说大人可以运用游戏 去跟孩子去做沟通 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去拉到跟小朋友一样的层级 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会跟孩子讲话说 你怎么都听不懂 那可能就代表说我们没有用同样的层级 去跟他沟通 去跟他对话 那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去运用游戏 我们可以去带着孩子 透过游戏去学习去体验 或去探索这个世界 那其实就是一个运用一个很好的媒介 那像刚刚我们有聊到说 帮助孩子去认识情绪 或是学习情绪这件事情 其实在我们运用游戏治疗的时候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方式 就是我们会找一个玩具 或是一个玩偶 去当作一个跟孩子对话 去沟通 去询问 去讨论情绪这件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直接的去讲 小朋友不觉得你都会听 但是你透过另外的媒介的时候 小朋友会觉得他是有趣的 然后再玩 就好像就是 听很多的家长有说 他们怎么都不听我话 但是他们会听乔胡的话 乔胡的话 他们就会放在心里 然后就跟着做 对 那这个综合来讲这些东西 我觉得连结到 我们今天主题在讲到 《鱿鱼游戏》这个剧的时候 我在想说 这个剧确实 他呈现出的游戏 也符合我刚才讲的 这些游戏的特性 就是说 像他有玩 一二三木头人 有玩碰膛 有玩拔盒 弹珠等等的 那其实这些游戏 基本上都不太需要沟通 但是有很多的互动 所以对孩子来说 可能用游戏的沟通 可能会更自在 我觉得这个游戏这件事情 也真的是 不见得就是聪明的人 一定会赢 然后笨的人会输 或者说你有比较多的资源 就可以赢 就是比如说 现在的孩子玩的游戏 可能你玩得越多 你花很多钱 你买很多配备 你玩很多次 玩很多种 就一定突飞猛进 但是刚好由于游戏这里面 玩的这些游戏 它其实是比较单纯跟质朴的 对于参与的人来说 它的这个玩的方式 就可能显现出 它的一些特质 或者是他自己 在这方面的一些 自己的思考 回应老师所说的 就是游戏本身 它可能并不是 真的完全没有意义 光是去参与的时候 它其实就有很多的思考 然后在这个游戏的过程 有输有赢 那这个游戏太可怕了 因为输就是 就死了嘛 对不对 那就不用讲了 可是多数的游戏 不会这么惨 那大概都可以学到一点 所谓的心得 或者教训 所以我真的还蛮赞成老师 所说的 就是如果我们 不要只认为说 这个学习就是 真真经经的 在这个系统里面 学校里面的这种学习 那游戏本身 其实对于 不管是孩子 或者是成人来说 其实也是一种 获得经验 然后甚至可能可以 形成改变的一种经历 就是光从这个剧来看 它呈现出一个 是我们小时候 常常玩的游戏 但这个游戏就要变成竞争 然后变成杀戮 或是变成大家的 压力的来源 好像不是玩了这个游戏 可以得到放松 反而成了更严重的压力事件 但是它还是有连接到 就是关系这件事情 就是它是跟人互动 跟人玩的本身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游戏这件事情 可能对孩子来说 是一个很自然的活动 但是它也有可能 是在一个很不安全的情况之下 或是它在一个 受到创伤的情况之下 它在玩这个游戏 对于一些受创的孩子来说 它可能会 反而失去了玩游戏的动机 例如说它会不愿意探索 或者说它会没有得到过度的刺激 或是它反而是缺乏刺激都有可能 那反而可以透过游戏得到成效 不见得那么的好 旁边的人什么 帮助孩子去透过游戏这个媒介 透过游戏这个媒材 去得到我们期待的效果 例如说 你在跟孩子玩的过程里面 很快的又变了一张脸 去骂孩子 孩子其实感受不到的那个一致性 他其实看到的是一个情绪起起伏伏 一下子跟我玩 一下子又骂我 那玩起来就会非常紧张 就不会像我们刚才讲到的 就是玩本身 游戏本身是快乐的 是可以学习的 是可以探索的 那如果这个玩起来非常紧张 其实就变得跟像剧里面一样 玩的这些游戏是一样的状态 所以我们就在想说 如果可以透过玩 让孩子放松 又去面对到说 他曾经经历过的压力 那同时又在玩的过程里面 让孩子有一致性 有健康的安全感 让孩子去探索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的 相关的情绪 感觉会是什么 当作孩子在面临这样的一个压力 或是创伤的情况之下 去处理那些 他感觉到痛苦的部分 去转化那些 他觉得比较不舒服的地方 其实这就是我们期待 去透过游戏的方式 让孩子去因应创伤的这件事情 所以听起来是让游戏变成 它是一个媒介 然后它有一点点的距离 所以让这个孩子 不会马上觉得 你是在针对我 于是在这个互动当中 很自然的就可能可以去 学习到他要怎么样去回应 或者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可能会去挑战自己 那原本不敢的 他会去尝试 特别是如果你没有要求 一定要胜利 或者一定要做得很完美 那这样的话 他可能这个尝试 对他来就很有意义 我最近听到的就是 社工在工作的时候 有讲说 他碰到孩子跳绳 不能连续跳 他只能一直脚一直脚 一脚跳 对于那个社工来讲 当他有那样子的一个察觉 就是他为什么在这个年纪 但是他不能够连续跳 那就从那么一个小小的线索 他后来发现 其实这个孩子在成长到 他那个年岁之前 他的那个发展是迟缓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是跟他环境当中的 不安全有关 所以不光是这个所谓的 智能的发展 有一些迟缓 他在这个方面 就是肢体协调各方面 其实就受到影响 刚才让我想到 这就会觉得 哇 其实任何一个 跟孩子互动的这个机会 其实都很宝贵 因为你可以从当中发现很多 然后如果你愿意有这个时间 去跟他互动的话 那哪怕只是做一个游戏 我想他能够带来的 给这个孩子的 可能都有一些帮助 是 对 我觉得这一块也可以连结到 刚才讲到跳绳这个东西 其实如果我们在观察 孩子的发展的时候 确实他有可能 能力不及那个部分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运用 这样的游戏去跟孩子互动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在 如果想要去透过游戏 去跟孩子互动 或者是理解创造这件事情的时候 也需要去看到的一些 所谓的个人特质 或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 像是文化的特性 例如说像这个剧 刚才我们一直在提到说 韩国跟台湾有很多文化差异 也有文化相似的地方 那里面玩的游戏 很多也是我们台湾的观众来说 是很熟悉的 像是一二三木头人 或是拔河 那如果大家还记得那个剧里面的场景 就是在玩弹珠的时候 他有特地去搭造一个 就是老先生小时候的居住的场景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很大的一块的文化的特性 就是怎么样去营造这样的一个 游戏时候的熟悉感跟安全感 也会提到说 你怎么在跟孩子互动情况之下 运用他熟悉的东西 运用他可以理解的文化的东西 然后甚至有可能我们过去世代玩的东西 跟现在孩子玩的东西不见得一致 那如果要用运用我们熟悉的东西 有时候不见得适用 那例如说现在可能很多小朋友 他是用比较多的3C产品 有些人就会觉得说 那他们运用这么多3C产品 还有没有办法去透过一般的游戏的方式 去跟孩子互动 只知道有没有办法去做这样一个实体的游戏 那我觉得这个世代他也可以当作一种参考 就是说当我们在想要跟孩子做互动的过程面 还是去思考说这个游戏只是媒介 我们跟孩子的互动才是重点 我们怎么去运用这样一个对孩子来说是有趣的 他愿意去参与的 然后又是一个熟悉的符合他的文化的概念的东西 那我们运用这些东西去建立一个安全感 才有办法去使用这个媒介 去跟孩子去互动 去回应他可能发生的事情 听起来好有希望感 我觉得这点挺不错的 因为看这个剧 如果要从很负面的角度来看 就是其实会觉得 就好像把你堕入深渊一样 我想我们从当中得到的这些启发 其实也非常的多 也很期待说我们今天的一些讨论 让大家可能在看剧的时候 可以有一些不同的视角 然后也可能会有一些 让你有再去看一部好剧的这个冲动 所以我想我们会持续地做这个系列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从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有一些新的发现 然后也有一些回顾 那那个回顾是可以让人在这个历程当中 可以得到疗愈的 也就是不管我们曾经经历过什么 但是我们走过来了 甚至于可能看一部剧 看到的是比较负向的 甚至还会触发我们的一些过往的不好的经历 但是我们却从当中可以看明白 然后也知道一些可能性 所以这个可能性 然后知道有自己有做选择的权利 我想这个就是很大很大的一个能量 那老师你期不期待第二季 其实我非常期待 因为我原本看这个剧的时候 我就觉得它是很颠覆过去看到的东西 虽然有些人觉得说 它的剧情跟过去有些日剧很像 但是我觉得它呈现方式是非常的新颖的 然后我原本以为它就要这样结束了 其实在后面留下非常多的伏笔 那连结到游戏本身这件事情 会有看一些影评 就会想说 那它接下来的游戏会是什么 然后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呈现 里面的角色会像我们刚才提到 要持续的厮杀吗 还是有更多的合作 那如果以一个比较 比较投射未来的角度来看这个剧的话 就是我们会期待说 那他们剧中的人会不会真的有选择这件事情 会不会真的去改变他们的现况 还是说他会有另外的角度来去诠释 这部剧的发展 你知道我想看到什么吗 我想看到的是那个反转 也就是来玩游戏的人 其实是可以逆杀的那种 我想大概就看到自己的那个愤愤恨不平 或者是那个寻求正义跟功力的这一块就跑出来了 所以我也是非常期待这个第二季 那我想我们等到第二季的时候 搞不好还可以再回来继续谈他的这个续片 好那谢谢静轩老师 今天给我们这样子一个机会 来看一部好剧 然后换一个角度 换一个心情 那我也很高兴我们在这样子 比较正向的一个阶段 把它结束 那谢谢静轩老师 谢谢 好拜拜